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样在美国旅行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会来到美国旅游 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 泛泛的介绍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了 所以说我对美国还算是比较了解 但美国旅行呢 就是说你除了看各地的景点之外 你也可以深入到美国的普通平民的生活里面 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美国这个国家比较大 其实在它的非 就是说离美国本土比较远的地方 夏威夷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旅游热点 在夏威夷有贸易岛 还有这个喉咙奴岛 在上面呢 你也可以去它的文化中心观看节目 也可以在夏威夷的海边冲浪 夏威夷的物价是比较高了 所以说旅行呢 其实跟本土差不多 酒店差不多一晚上一百多美金的样子吧 我先讲外围 这是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这个地方呢 冬天比较寒冷 它是俄罗斯和加拿大相邻 这个地方玩什么呢 主要是玩这个冰川 同时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因为当地的浦鱼业比较发达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经导游带领去体验一下如何捕鱼什么的 阿拉斯加的圣海渔游是非常有名的 现在我们说到本土 本土一般说来分为中部 东部和西部三大部分 我们在美国旅行的时候 一般说来落地到洛杉矶是概率比较大 或者是旧金山 这两个港口每天都有很多航班 所以说呢 一般说入境从这里入 当然也有直接从纽约入境的 我就说大概如果是你有 比如说15天的旅行的那个时间安排的话 我看大概是这样安排的 如果15天的话 差不多你在洛杉矶和旧金山 还有维加斯这一块 可能待上10天 然后另外5天呢 是去东部 纽约 以及尼亚加拿大瀑布 波士顿等等 在洛杉矶呢 有很多可玩的 我们现在就在洛杉矶啊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公司就在洛杉矶 洛杉矶有第四季乐园 有环球影城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海岸线 除此之外呢 也有各地的各国的文化在这里深耕发芽 比如说小冬金啊 加拿大汤啊 中国城啊 还有小墨西哥城啊 甚至小西贡都有 当然了 一般来的游客 如果时间短的话 就是去一下环球影城和迪士尼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还会到这个 它的南边这个城市 叫做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也有不少玩的 有海洋公园 有动物园 还有这个最新开的萨西米 等等 我还有乐高 这在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离墨西哥很近啊 所以有些人顺带呢 也会去墨西哥一日游到提花了 如果去恩斯纳达的话 一般需要两天时间到墨西哥 哦 我们在讲美国里 所以我们现在先不谈墨西哥这块 然后三反市呢 也有很多好玩的 就是San Francisco 有金门大桥啊 九曲花街啊 它主要是在半岛上 它的景点呢 一般说的也就是在半岛上 它不像洛杉金那样有这个 这种文化公园啊 就是主题公园 它主要是 是以它的老城的风貌来吸引人 包括它的渔刃码头也很有特色 你在渔刃码头呢 你可以吃到这个大闸蟹 还有 你也会看到海狮什么的 九云山也有唐人街 而且是挺大的一个唐人街 所以说你在京军山呢 也不用担心吃不到中餐的啊 挺好的中餐那块 西部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流行点就是这个Vegas Vegas呢 是赌城啊 它那个有很多很多赌场 赌场来那个 组成的 所以说你到Vegas呢 基本上每个酒店的一楼都是赌场 它还分新城和旧城 旧城呢 就是在早期 从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 鼎盛的时候的那个赌城 然后之后在九十年代 他们又修了 往南修了一些新城 就是超级大酒店 七星级以上的大酒店 什么MG 米高梅啊 布拉酒啊 金字塔啊 等等 都是上千间房的这个大酒店 他们的赌场也是相当豪华 有老虎鸡啊 有百家乐啊 二十一点啊 龙盘堵啊 等等 那你只要二十一岁以上 赌博都是合法的 小朋友也可以去那里玩 比如说他的酒店 有这种叫做马戏马戏的 他二十四小时不断的 有演员的表演马戏 所以说小朋友也可以在那里 感到一些体验一些乐趣 每天到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呢 每个酒店都会安排一些夜场秀啊 这种免费的夜场秀呢 一般就是在街道上就能看到 比如说 有一个叫金银岛酒店的 他就会表演这个海盗船 这个情节 有很多演员都会卖力的表演在那里 还有 有些酒店会有火山喷发啊 还有些酒店会有这个 天空上的天街啊什么的 Vegas呢 是一个旅游热点啊 每年都有很多很多游客去那里 治安相对说是还是比较安全的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有人会去这个大峡谷 这大峡谷呢 离Vegas差不多有三个小时的路程 那里呢是自然风光 有些人呢会坐自身飞机过去 也是比较方便的 其实在内华达州呢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赌城 叫做Reno Reno这个赌城呢 跟Vegas一样呢 是很早期就有的赌城 不过它规模没有 没有这个 Vegas那么大 它离旧金山比较近 所以说如果在旧金山旅行的时候 也可以去Reno这个赌城 这是主要的旅游热点啊 往北有欧尔冈州和华盛顿州啊 这两个州呢 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旅游的热点 但是那也值得参观一下 比如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 可以参观波音啊 还有微转的总部啊 都是一些 就是如果是企业考察的话 还是有值得一去的 当然刚才说的这个金山 它的郊区啊 也有硅谷 硅谷有很多 这个新兴的科技公司 比如说Facebook啊 LinkedIn啊 什么这个谷歌啊 等等都在那有总部 所以说也是可以参观 如果是时间允许的话 其实在这个中部呢 还有一些国家公园也值得一去的 比如说犹他州的这个黄色公园 黄色公园一般说来要游玩的话 在黄色公园里面就要 带上一个星期的样子 黄色公园也是主要是有这个 有很多有趣的这个自然风光啊 比如说你能看到熊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正在还有喷发的温泉 那什么的都挺有趣的 他为什么需要时间这么久了 因为他比较大 开车的话 如果绕这个黄色公园一周的话 差不多就得一个星期 那个 这里面呢 我是建议大家是 是如果去黄色公园 还是去还是参加旅行团比较好 因为你如果自己开车 自驾的话 就牵着到这个 找路的问题了 因为那个地方 没有信号的 说是你导航什么的可能都发挥不了作用 如果你一心都在找路的话 你对于这个 就欣赏这块 风光这块的话就可能就 就这个就没有这么多精力 知道吧 所以如果是这里是参加的旅行团的话 就说你可以 听导游讲解 然后 就是很放松的样子 我曾经就是开车去的 比较后悔 当时是2003年吧 我带着 女朋友 还有这个 一些其他朋友 一块去 当时就是我开车 我们租了辆车 我们坐飞机 到了这个 到盐湖城之后 盐湖城当时 203年正好有个冬奥会什么的 我还记得 在这个机场能看到很多广告啊什么的 机场租完车 租车倒不是很贵 对差不多100块钱一天的样子 然后 但之后就比较累 就是得找路 因为你开车之后 还倒回来啊什么的 而且还担心有没有油啊什么的 毕竟那是个 国家公园 就自然自然风光比较多啊 然后它的小镇呢 也比较少 所以说有时候还会担心 能不能加上油啊 这油够不够啊 所以这些困扰着我 包括能不能找到路啊 是不是走错了 是不是确实这块景点呢 所以这些让我分了很多心 过后我想 在这个地方 还是应该 随着团 参加团来比较好 在库尔拉多啊 会有种种巨石啊 也是值得一看的 不过 一般说来 这都是比较深入的旅行的 就是说你时间比较长 就是超过15天的 比如说一个月啊 或者两个月的旅行 你就可以去一下这些地方 其实在那个 东部的南边的话 还是有比较好玩的地方 比如说 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 新奥尔良啊什么的 它有一条很有名的街 就是很热闹 每天都有很多人 它算是酒吧街吧 然后每天都有很多人在 借个借午的 喝酒啊什么的 那里喝酒 大家都喝酒是合法的 你知道在美国其他地方 包括洛杉矶 包括维格斯 这个酒是都不能端在大街上喝的 只能在酒吧里 有酒排在酒吧里喝 但是这个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 新奥尔良比较特别 你可以拿着酒在大街上走啊什么的 这个佛罗里达州呢也是一个旅游的这个热点啊 那里有很多找到地 找到地里面就有很多鳄鱼 所以说真的很小心才行 有时候你走到路上啊 那个池塘里就可能 串出一条鳄鱼来 这个是 你说金钱也好 刺激也好 总之有一定危险度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个 奥兰多 有 也有一个迪士尼 还有环境影城 所以说那边它的这个 旅游开发也是比较 比较发达的 还有很多海滩 就是这一块呢 其实美国人很多养老也在那里那一带 他们的房价比加州要便宜一些 所以说也比较受 退休人士的欢迎 往北走一个这个 南卡州北卡州什么的 这地方呢 各个特点 比如说北卡 美国银行总部就在那里 我曾经也去过那里就是 当时是国内一个银行的行长过来开会 我就在那带了一下 总之 这地区还算是比较发达的 不是说是 除了纽约 露汗其他地区就不怎么样 这个地区还是总的说来是 一些 发达城市 这个 Georgia比较特别 Georgia好像 黑人比较多 他们有些人在那买房子 就是比较便宜 20万可以买大豪宅 过后反馈的说是 那边好像 就说晚上还是不敢上街的 安全还是有点问题 北边这个芝加哥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芝加哥就是冬天比较冷 但是其他季节还是值得旅游 它有一个很高的楼 很多年纪很高的楼 能看得很远 威斯康辛州这个州的特点 就是我的感觉 个人感觉 就是对华人很友好 我们以前去旅行的时候 我记得当地的美国人 都是很友善的 就是不像洛杉矶什么的 他谁 爱谁谁 反正爱搭不理的 那边对华人真的是 感觉从司机 还有当地的居民 那我们拜访的居民都是特别友好 感觉是这样的 好 下面讲他那个纽约 纽约是个旅游的这个 就是旅行的圣地算是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呢 包装了各个地方的文化 这最初的移民是从欧洲来的 之后当然各地包括华人 都有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据点 那里也有这个美国最大的唐人街 咱们看到你电影里很多演的这个唐人街 很多都是纽约的唐人街 纽约我们的旅游景点 包括这个去参观这个自由旅行像 它自由旅行像实际上是在那个岛上 就是要坐船 从那个码头坐船过去 然后纽约呢 那它的这个风景呢 还包括 就是说 它因为 它是一个 算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的城市 它的很多建筑 差不多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修好了 我就说它的高楼 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所以今天我们去看的话 会越显成就 毕竟它是一百多年前的 在以前呢 它的那个 纽约的这个高楼呢 在911之前呢 还有这个世贸中心 双子塔 就是两栋很高的楼 在这个2001年的911事件中 就被恐怖分子用飞机撞毁了 所以现在最高的楼是叫做那个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也是有一百年历史了 当然 美国这个 出现这个恐怖这个袭击这个事件之后呢 各个地方的安全保卫也加强了 以前是上飞机都不用安检的 直接 真的 直接那个过来就上去了 我觉得很清楚 美国过来好办 但是之后就特别严格 脱鞋子 松皮带什么的 包括现在都很严的 现在美国的枪击案也不少 所以说大家还是挺那个紧张的 就得比较小心 在纽约呢 这个吃方面你也不用担心 就因为华人比较多 所以能吃上中餐 纽约有很多著名的景点啊 比如说那个布鲁克林那个大桥啊 他的帝国大厦啊 他的42街啊 有一个地方大家一般都要去的叫做Wall Street 就是华尔街 其实它就是强街的意思 那儿有 纽约证券交易所 所以说那个地方是一个金融的象征 你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啊 大家都是西装革履的 拿着红红包 就是说 有一头 很大的 这个铜座的牛在那儿就象征着 希望这个股市是牛市 也值得去看看的 那里唐人街也比较大 它其实有两个唐人街 一个在法拉盛 一个就在这个马尔顿附近 马尔顿是最 就是说最繁华地区 那里还有一个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比较大 长方形的 很多人在里面锻炼身体啊什么的 在纽约附近呢 其实也有几个 比较值得一去的城市啊 往北边有水流城 水流城就是说 是 离加拿大比较近的一个边境城市 那里呢 我们可以参观这个 尼亚加拿大瀑布 是坐船去的 要穿好雨衣什么的 那个瀑布很壮观的 当然是夏天了 冬天还是水流 还是比较少 往南走呢 有波士顿 大家一般说来 比较关心职理教育啊 就是在这边 可以参观一些有名大学 比如说哈佛大学啊什么的 再往南呢 就是这个 华盛顿 这个DC特区也值得一看 这是美国的首都啊 它是单独一个 它不是州 它是单独一个城市啊 它不受其他州的管辖的 它是自己 一个城市 叫做DC 叫特区 这里面基本上都是 政府部门 从白宫 国会 大家看那个上面 那个 那个 就是国会 白宫是平平的 然后 各个部门 包括五角大楼啊 包括它的这个 那个 甚至FBI啊 还有这个 财政部啊 都是很宏伟大楼 包括造币的 就是生产货币的 紫币 硬币都在那里 那里有一些 纪念塔啊 纪念的那个建筑 比如说 华盛顿纪念碑 韩正纪念 这个 墙 都是可以 这是旅游景点 都可以值得一去 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 是当地 就是说 是 政府机关 比较集中的地方 大家 可以参观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都免费的 包括国会啊 什么的 它只是部分就是了 白宫啊什么 只是部分 部分进去 不能走到全部地方 就是有预约之后 经过安检之后 参观它的部分地区 我们这些地方 都去过的 这就是美国 差不多 所有的景点嘛 这些是比较 怎么讲呢 作为旅行者来的话 可以参观一下这个地方 但如果你有些 特殊的 这个爱好的话 比如说滑雪啊 那 这个 去的地方也不一样了 比如说 太号湖啊 还有这个 总统是有山的地方 滑雪呢 就是比较 值得一去的 还有就是有些人 喜欢过来进行 房车旅行啊 开房车的话 它有 也有很多这个 这个房车营地 基本上各个景点啊 包括各个城市 它都有 自己的房车营地啊 只要预约好了 你们就是 把房车营地 把车停好 然后呢再开小车出来 进行旅行 一般说的开两个车 因为你大车 不太方便 你开的房车 比如说你到纽约之后 停车是个问题 你可以打 Huber啊或者是 Lift什么的 就是出租车啊 精神车什么的 都比自己开车要方便很多 你纽约像这样 停车好像 这都是20年前了 一个小时都是25美金 现在可能更贵了 所以说不建议自己开车 到这些城市里面 进行旅行 还有的 比较关心美国 很好 谢谢大家 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